不离无苦之乐 愿友情离亲疏惜平等 亲疏是什么感念 对我靠近的我的亲戚朋友 我就很贪执 我的仇敌我就很痛恨 这个是生命两大情结 两大情结 对爱的这种执着 对恨的这种 对这种冤家的这种仇恨 是对我们心灵冲击最大的 本来我们小姑娘小伙子 没爱别人的时候 没对象的时候 欢天喜地很开心 让她不开心很方便 只要给她一个对象 她就开心不起来了 这个开心里面 本来那个女孩子不是她对象 别的男人看她也不要紧 如果是她对象的 别的男人看她 她就生气了 你看我女朋友干嘛 多了很多的心灵的结在那边 爱和恨两个东西 有时候很难 是生命的两大情结 所以在我们这里要把它认清楚 亲和疏 要把它 我们怎样以一种智慧的生命状态 来对待它 不要以生命的这种低级的状态 那你就被它害吧 你被它害吧 你一辈子逃不出这个爱恨的两个拳套 跳不出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好学习学习 这个生命啊 是很微妙的 我们要多研究研究它 佛法就是研究这个生命的 佛的经书就是生命的说明书 你没有这个说明书啊 虽然是你的生命 你却不了解了 就像现在你有个手机 你有个手机 你不看说明书 没有人来教你 你这个手机上很多功能 你不会玩的 所以有的人说 佛法就是欠人为善 就那么简单吗 如果就那么简单 那还怎么改变你的命运呢 就改变人类命运 甚至能改变太阳地球的命运 像这样 我这其中有一位师父啊 他以前修那个法的时候 他跟弟子们说 你看看 我这个法的这个能力 给你们试试看啊 拿了一样那个法器 然后放在这个太阳和这个 太阳照下来啊 不是有个东西 要投一个影子吗 在地上 他就在那个阳光和那个黑暗的 这个影子当中 把它压到那边 压到那边 结果啊 哇 结果怎么样 这个太阳影子都不会动 厉害不厉害 这个 所以很多像 比如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 佛法能有 非常大的那个修复作用 能把它改变掉 今天师父啊 给你们见面 没什么其他好送给大家的 除了牵便啊 师父啰哩啰嗦 比你爸妈还啰嗦 有时候看到 想到啰嗦的师父呢 就看一眼 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比我可能会上 漫人祸 回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